最近第四台有一樣東西 非常的火紅 就是泡沫炸彈 這個炸彈到底厲不厲害 來 我們來試驗給你看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看 這是我們公司的游禮台 有點黏黏哥哥的樣子 裡面好像也是有很多的污垢 那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 效果到底怎麼樣 倒進去 倒進去 哇靠 一次就給你加了 一大堆泡沫炸彈 好像要加一點水來 喔 泡泡真的滿起來了 感覺很有威力喔 欸 這感覺真的不錯欸 至少以目前 到現在看它發泡的這個樣子 威力好像真的很強欸 可是要把它蓋起來嗎 我覺得把這個蓋子蓋起來 欸 感覺說不定搞不好 連這個東西就可以洗得乾乾淨淨的 我們再來去用用看我們的馬桶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馬桶 其實我們這個馬桶是還蠻乾淨的 可是啦 前段時間呢 我們的同事說啊 這女生的馬桶呢 有一點堵塞 然後我就來試試看現在的效果怎麼樣 因為裡面已經有水了 所以我們拍的時候呢 速度就必須要快 我剛剛講話聲音好像有點 被吹 欸 這個很厲害欸 這個光看這個效果好像真的是還蠻厲害的 乾脆再多倒一湯匙下去吧 哇 果然又開始在冒泡了 在這個等待的期間 我們再去另外一個流理台看看 嚇 就是這裡 好 來 那你看一下 我也一樣 把這個孔呢 拿掉 其實我也從來沒看過這裡 嗯 看起來是不髒 來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也倒一點進去 效果會怎麼樣 OK 現在呢 我給它加一點水下去了 哇 這泡沫炸彈 感覺真有威力啊 不曉得它會不會通 但是本來我們也沒有塞住 但是不曉得會不會清洗得很乾淨 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剛剛那個泡沫炸彈 是不是就像是那個第四台 哇 那講得這麼厲害 去油烏 去油垢 髒烏成年通通都刷得掉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了沒有 它的這個裡面呢 似乎還是沒有清除掉 但是這旁邊在白白的 我想應該是原本 就是因為這個有放這裡 所以這個就比較沒有卡到那麼多污垢 要手去戳戳戳看 啊 還是很滑欸 好噁喔 我用指甲去扣一扣 哇靠 結果我指甲扣一扣就扣掉了 這個東西 好像沒辦法把它沖掉 所以呢 在這個汽油垢啊 去污垢這個地方呢 好像是 效用不大 雖然說剛剛一弄上去 冒出了很多的泡泡 害我很興奮 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馬桶的部分 這個可不是嘔吐物啊 來 那我們把它沖掉 好看喔 似乎也沒看得出 它是不是有讓這裡面比較乾淨 或者是不乾淨 因為我們馬桶每天大家都在刷刷的 那樣 所以這個地方是看不出什麼效果 來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前面的水槽 還是有點油 還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喔 它這個夠呢 似乎並沒有因為那個什麼 泡沫炸彈 有所什麼 改變 跟網路上有一些網友說 好像是效果不大 看起來似乎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這個泡沫炸彈喔 如果你問我說 我會不會再買一罐 用在我自己的家裡 我得很老實告訴各位 現在就搜尋486團購 或上486shop.com